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现在跟各位介绍一幅非常精致非常美的画 那这幅画是有乾隆皇帝看过的佛菩萨像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幅菩萨 他是密教的律度母 那律度母呢相当于显教的观世音菩萨 他们的果位是相同的 这幅画他的材质是圈本 那他的宽度是119公分 高度是170公分 那他所有的彩是用矿物彩来画的 更难得他是明朝的一位画家叫丁云鹏 明朝的宫廷画家丁云鹏他所画的 那这个菩萨大家可以看到他坐在莲花座上面 然后这个上有祥云 然后周深是吉祥如意的文士 那我们下期见 吉祥如意的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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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诺诺洒入那落下斑斓 已将春水缓缓流 似也悄无人 唯有淡淡洗来拨无情一年 用水缓缓流 切成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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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余天》 词曲 李宗盛 江楼上独平篮 听众孤声恩船 喵喵诺诺洒入那落下斑斓 已将春水缓缓流 似夜桥无人 唯有淡淡熄来我无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菩提恩菩萨你可以看到 它周遭的光圈 这个是用金笔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而且大家注意到 我们这幅画 它的像非常非常庄严 而且手足有眼 那最近我们在美洲那边看到印第安的图腾 它也是发现有他们的神也是手足有眼 所以有人怀疑 就是说可能在蒙古 印第安的民族跟我们是同一个血脉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菩萨的周身 它的光圈 是用细路法师的 就是一笔一笔的 这个金子的材料画成的 金子材料在我们在做画的时候 它非常的自重 而且能够画到这样子 然后不相 不互相交叠 是非常不容易的 小跳的金色 只有梅花能保湘 只有梅花 它能够知道 什么时候春来到 风不断地吹 雪花不断地飘 可是梅花呀 梅花 你今世才能抱老春香 你今世才能抱春香 梅花 風而吹 雪花而飄 大地的景色 是一片小條 那再跟各位觀眾強調一下 再說明一下 一般的佛菩薩像 他通常不落款 不蓋印章 可是最心無法 可能他的精緻度非常的高 就是說他非常的美 所以乾隆皇帝在上面 蓋了乾隆玉覽之寶的印章 什麼時候春來的 風不斷地吹 雪花不斷地飄 雪花不斷地飄 那是梅花呀 梅花 你幾世才能抱春香 你幾世才能抱春香 好 謝謝 謝謝